今天我们再次的专访 附属美医师是营养学 还有医学的双学博士 双博士 医学方面主要是肝胆肠胃 大肠保健我觉得很重要 因为事实上 自从十几年前 我们开始一直强调 就是说大肠镜 因为很多人不知道 大家都说我很健康 我都不用做大肠镜 因为他们就觉得 没有症状就不用去管它 可是很多时候是无形的杀手 等到他有症状就太迟了 所以很多时候大肠保健 为什么我这么重视 就是因为很多病人 都有便秘 胀气 然后不然就是拉肚子 这些问题 所以事实上跟他的大肠的习惯有关系 也是跟他的饮食或者是他的情绪有关系 那基本上能够做的第一件事 就是50岁以后应该做个大肠镜 就是去检验看你有没有吸肉 因为他们做的研究发现了 这50岁以后25到30%会有吸肉 做肠镜的好处是当场可以把大肠的吸肉拿掉 拿掉 因为它并变成癌症 那您说的那个20多岁就得了肠癌 那这些是怎么会20多岁就得了肠癌 所以有时候是饮食或者是它的基因 所以他们现在发现很多年轻人 它的这个滋肠的肠癌 有家族遗传的话我们是说五年做一次 OK 那有些人的血肉很大 很多的话我们有时候会让它早点回来 我们第一个就是这样 吃 就是吃就是蔬菜 新鲜的蔬菜水果 OK 然后就是要定就是好的那个大肠的习惯 不要有些人说哎呀我一个礼拜两次三次 当然要我们是希望起码要三次以上 有些人一个礼拜动一次 哇那个肠哦我们做大肠的时候 那个肠又长又窄 真的就可以看得出 有些人的肠真的就是 就是老就是我说你怎么这么多那个皱纹啊 那个肠就是不健康 你就可以看得出来 因为我们做了很多大肠健身 真的 就那有些人那个肠很漂亮 就是很有肌肉那个很有弹性 所以有时候我说当往退休 我要去洗衣布大肠保健 真的是因为每个人 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的那个 他的大肥习惯跟他饮食习惯 有时候那个肠真的是 有时候就是非常健康 如果大肠不健康的话 他会反映在我们的这个身体 或者是我们的皮肤上是什么样的 有些人就会觉得他容易长 长些那个豆子啊 那个青春豆啊 或者是他会觉得会有就是脏气啊 然后不然就是有这个方皮很臭啦 他就自己很难过那样子 然后他有时等到三四天 有些人根本就肚子痛 因为那个肠那个大病出不来 就是肚子痛 所以很多人跑到急诊室去 然后一照发现全部都 知道吗 因为我这个病人说很多时候 你不知道你可以装多少 因为大肠是50 所以这个小肠是25次 可以装很多可以装很多 天哪 装多少 可以装很多对 对 那对于这样的话 比如说吃一些这个习惯性吃蟹药啊 或者是用一些这个外用的药物的话 帮助自己那个排泄正常 让那个肠干净这样的做法 您认为如何 通常呢我们说那个软病 这个就是帮助排便的那些 肝油啊 有两种 一种是只是帮 就是排让你的大病 比较松软 比较容易出来 那另一种是刺激的 通常刺激的呢 我们希望你不要常常用 因为那些常常用的病人呢 他们的大肠很黑 就我们说是melanosis 就是非常黑 而且就病很懒 OK 然后就很多皱纹 好的 要保持我们的肠内的健康 就是其实您讲到的蔬菜水果 多吃 非常的重要 还有就是精神上的放松 对 还有排便要正常 排便要正常 对 这个很重要 这个可以防止老化 事实上这个是 你看 你大肠健康 你真的是 你本身的整个的生活 你整个的身体健康 都会有改进 那冰的水呢 事实上对我们在西医来说 冰是无所谓 可是有些人他们喝冰水 他会得到食道就会痙磷 就会心痛 感觉心痛那样子 所以也不要太冰 也不要太热那样子 OK 然后呢 那个我们通常是说 不要喝太多收的 因为太 那个糖分太高 OK 所以糖分太高 事实上 久了以后呢 就是你会担心会糖尿病 而且那些 你去发现 现在很多年轻的小孩子 他们今天有脂肪肝 虽然可怕 因为这脂肪肝 他们到40岁的时候 有些人就开始肝硬化 所以这些都有 它的那个 就是都有一些 不好的那个后果 酸油腻辣甜 酸油腻辣甜 Caffeine不要过多 OK 可是我们不会要你说 不要喝咖啡 因为咖啡呢 一到两杯呢 事实上对身体很好 对肝胆很好 你看 所以很多病人说 你叫我不要喝咖啡 我说没有 我不会叫你不喝咖啡 因为咖啡本身是很好 它有antioxidant 对肝胆 对有帮助 所以你饮食控制的话 对你食道跟胃呢 很有帮助 OK 那大肠呢 就是一定要有 就是蔬菜水果 正常的那个大便习惯 OK 这样子呢 你如果能够控制 这些饮食的话呢 事实上你肠胃的问题 就不会这么多 还有很多人失眠 我们如何可以通过 饮食的调节 来帮助失眠的问题呢 失眠会严重影响健康的 对失眠很多原因呢 因为它是跟他的压力啦 情绪啦 他生活心态啦 那有些人又睡觉 又喜欢玩他的iPhone啦 所以脑部很多次 就是没有办法 好好安静下来睡觉 所以说这就 这个失眠呢 很不容易 所以通常我是跟病人讲 就是你睡前 你一定要有个很安静的环境 就是很安静 不要说看太多刺激的东西啦 OK 不要心想太多事情那样子 然后就是你有些人睡不着 那我们当时说 Melnoton就是黑色素 通常说一般 我们就可以试试看黑色素 因为老年人呢 事实上他们黑色素 是有点缺乏 所以这是一些健康的 那个营养食品 你可以 他们可以先试用 对 可以考虑 退合技术 对 谢谢副医师 祝愿我们观众朋友 天天都健康 快乐